今天我们要来独家踢爆 接下来三组数据很奇妙 2011年 2015年 2019年 这三个年份中有什么关联性 2011偷渡了一本黑书 失败 但是创造了一些假的入管记录 2015年偷渡了一些电子条目 2019年偷渡了一个所谓 伦敦政经学院的生理 2011 2015 2019 它代表什么意义 冰雪聪明的同学们 有没有想到这三个数字当中 有什么关联性 侠新闻独家 我在这边内举不必行 我强烈的热烈的推荐大家 订阅侠新闻 这是一个没有财团 不畏惧任何的政商势力 该说实话就说实话 不挡不思不卖忙不忙的 我敢这么说 台湾的电子报里面的唯一 其他多多少少带有一些色彩 然后不管是背景或者是投资人 侠新闻 没有什么老板啊股东的压力 一群年轻人基于理想 该说真话就说真话 他们呢 隶属于政经传媒 是靠大家的这个donate 来坚持自己的理想 走得很辛苦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夺下了无数的独家 而且踢爆了许许多多政府 还有官商勾结 还有一些侵犯人权的事情 在全世界 而且侠新闻可能在台湾在蔡同学的淫威之下 没有特别出名 但是在世界许多的网络媒体当中 侠新闻的文章 偶尔会被主流媒体来引用 偶尔会被西方的媒体来引用 我认为侠新闻在未来是一个极有潜力的媒体 因为我们是一个没有强制编辑式的控制的一个单位 每一个人为自己的文字负责 每一个人为公司为这个侠新闻共同的理念来负责 所以说台湾最勇敢的政论节目 如果说就是政经关不了 那台湾最勇敢的电子报就是侠新闻 欢迎大家订阅 好 侠新闻独家 今天独家是要揭露一个非常神秘的一连串的作为 这个时间点发生在2015年 它发生在英国的伦敦大学跟伦敦政经学院之间 总的来说 这一年蔡同学镀进了很多电子方面的档案 2011年蔡同学神秘五人小组 其实是七人小组 有两个人在镜头之外 这个在镜头之外的人就是张祥慧 还有一个就是施呼隆 这个七人小组在2015年的时候 陈甸甸的一本论文 想要镀进2011年 想要镀进伦敦政经学院 结果被打枪 但是我认为 他们被打枪以后 他们企图在这个过程当中 留下一个曾经有入管的记录 想让这个来南天过海 但是对不起 被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给抓包了 那么2011年偷渡 再来2015年 偷渡了英国的大英图书馆 还有Ethers 这个所谓的电子目录 到了2019年 10月8号 偷渡了所谓的伦敦政经学院的声明 然后呢 在2022年的2月3号 偷渡了所谓伦敦大学的声明 好伦敦大学这个声明呢 偷渡的很急促 所以漏了很多的马脚 对蔡同学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她公然承认 论文不知道去了哪里 remains unclear 标题上用的是missing 在英国的行政法院 已经明确的判决了 missing的说法 may not be correct 应该不正确哦 好 这个已经讲得很含蓄了 等到正面交锋的司法民行事的时候 我想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了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好 今天呢 我们要来独家踢爆 各位有没有想 接下来三组数据很奇妙 各位来动动脑筋当智力测验 看这三组数据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2011年 2015年 2019年 这三个年份中有什么关联性 2011 偷渡了一本 黑皮书 实败 但是创造了一些假的入管记录 2015年 偷渡了一些电子条目 让在Procast 在 UMI 在 Ethers 大英图书馆 留下了有黑皮书的电子的 输入 但是还是没有内容 2019年10月8号 在国庆连续假期前偷渡了一个所谓伦敦政经学院的声明 2011 2015 2019 2019 它代表什么意义 不知道各位冰雪聪明的同学们有没有想到这三个数字当中有什么关联性 第一个这三个数据都差四年 2011 2015 2019 那 差四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会四年 什么事情是每四年一次呢 聪明的同学一定会叮咚 那就是总统大选 每四年一次 2011年 偷渡论文是6月7号到9号 2011年当年是什么年呢 那一年是总统选举年 2012年的1月13号 投票 再接下来呢 又是间隔4年 2015年 发生什么事呢 偷渡了Ethers的电子条目 因为那一年也是选举年 2016年的1月份 再一次的总统大选投票 接下来 2019年的10月8号 又变成了等差级数 又加了4年 那一年发生什么事呢 又是大选年 2020年的1月11号 投票日 所以 蔡同学这个集团 平常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 在三次总统大选的 前半年 他去完成了一些动作 去做了一些防护措施 免得他的骗局被拆穿 2011年 为了2012年的总统大选 那一年蔡同学输了 2015年 为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 那一年蔡同学赢了 2019年的那篇假声明 为的是2020年的总统大选 那总统大选 蔡同学拿下了817万票 不过没有关系 817就是隐藏的事 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对他来讲呢 这个骄傲来 羞耻也来 捧得越高 摔得越重 2011 2015 还2019 这三组数据 到底代表的当时 什么样的一个氛围 这个每4年一次 在伦敦大学内部开始查一圈 蔡同学到底论文在哪里 好 现在呢 下新闻独家曝光的这封信 是一位在LSE图书馆管理 LSE线上图书论文 Thesis Online 资料库的一个内部的人士 在2015年的6月24号 在伦敦时间上 10点 三分发出了一封求救信 给伦敦大学的Sending House Library 信中写到说 有人要求我们提供一篇在Procast的论文 那么不幸的是 我们的图书馆没有这篇论文的记录 我也在伦敦大学总图的目录中寻找 仍然没有办法找到作者这篇论文 根据我的经验 就是这位图书馆的人说 根据我的经验 伦敦大学总图书馆Sending House Library 应该保留着他们所持有的LSE学生的论文记录 没错 这是内行人 伦敦大学的Sending House Library IALS 一定要有 伦敦大学的Sending House Library 是所有相关的论文都要有 IALS 是针对法学方面的论文 一定要有 这位图书馆员说 有一种可能是这本论文已经被退回 那么我已经检查了我们的所有的Alumnet Database 校友的资料库 我可以确认 蔡英文确实在1984年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这个疑问相当的紧急 有关的作者是一位台湾的政党的领导人 正在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 他正在接受大量的宣传曝光 因此在过去的两天内 我们多次的被联系 如果你能在今天结束之前 发电子邮件或打电话给我 让我知道有人正在调查此事 那就太好了 他的意思是说 请你伦敦大学赶快派人来调查这件事情 这封信是发在2015年的6月24号 2015年 密集的在6月份的一个星期之内 出现了非常奇怪的一个信件的往来 宇宙真心学院的这些福尔摩斯们 我今天就不讲英文原文了 因为讲起来漏漏灯 因为有十几封信 你们可以上网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把它download 下来仔细的研究 我觉得非常有趣 我认为呢 这里面有理应也有外合 当有人想着去找这本论文的时候 马上启动了在英国这一端的 理应外合的犯罪集团的相关措施 只可惜相关的犯罪集团的人 他们做了前脚忘了后脚 所以他做了很多事情前后兜不起来 所以才会造成今天 我们宇宙真心学院的同学们 可以随便找都找得到他们犯罪的证据 所以我说今天台湾最大的悲哀是说 把台湾的国家安全放在一个形式这么潦草 做事这么没有逻辑颠三倒四 然后到处曝露自己的缺点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这对台湾来讲真的是一个国安问题啊 好我们接下来看 这封信是发在2015年6月24号的早上10点3分 到处求救 她说我只看到Alumni Database有关于蔡英文 但是她什么都没有 除此之外她的论文全部都没有 底下的这个著名涂黑 不过我们知道她是谁 好那么接下来 详细文说值得注意的是 这位不知名者提供给LSE图书馆的 Procast的索引资料 蔡英文的题目是 Unfair Trade Practicing Safeguard Actions 的这个所谓的博士论文 这个论文是Procast的索引 那么她是在密西根 因为这个是一个UMI 它是一个资料库 所以她在Michigan Michigan and Arbor出版的 这个有趣的事情在这里 这本书呢 This is a note 它的主题竟然是psychology 跟statistics 竟然是心理学跟统计学 那不是捞过街 那不是我的那个major吗 心理跟统计 所以蔡同学很奇怪 这个书目见得非常非常的潦草 我的判断呢 是犯罪集团就跟前面建入一样 什么两个作者 就是有人在里面动了手脚 但是动手脚的人呢 要不然就是前金拿了后线 没拿心里kimoji warui 要不然就是一个很粗心的人 这看起来跟施糊龙的个性有点像 连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都会写错 而且一错再错 10月8号帮伦敦大学去发声明 伦敦政医学院发声明的时候 竟然也写错 这里面在procast见资料的人 也是一个非常初心 跌三倒四的人 你看啊 这个indexing 就是这一篇procast里面的 有关于蔡同学的资料 上面写的是1984年毕业 然后publication year是1984 所以蔡同学的1983年之说呢 让我们笑了半天 就说你的论文怎么可能在你毕业之前出版 你论文在你毕业之前出版 那万一你毕不了业呢 请问你那本叫什么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叫sources 这个sources呢 竟然是2009 各位宇宙政医学的同学们 你们去推敲一下 这个跟我们当时说 蔡同学最早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开始 布他的局去改这些资料 是在2006年 那一年蔡同学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 施糊龙得到了一笔100万 那个时候大概是100万美金 相当于48万英镑 3000万台币的捐赠 这笔捐赠呢 施糊龙曾经信誓旦旦的说 这里面没有台湾政府的钱 那我更怀疑了 难不成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钱吗 不然还有哪一个国家会这么慷慨 100万美金砸了眼睛都不砸一下 而且还要匿名捐款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咯 这个sources是2009年 好这个publication subjects 竟然是psychology and statistics 太不可思议了 1450 会看到底下竟然有个thesis number 好开心 就是1450说你看论文编号在哪里 在这里 对不起啊 真正的论文编号是在英国的 ILS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你那一届毕业的同学 一个挨着一个论文编号 那才是论文编号 你这个procast的论文编号 是你输到procast里面 你的排序 所以那是两码的事 可能你输到国图 又会有个国图的论文序号 哪天你把它放在墨山比克图书馆 那边又有一个论文序号 最重要的是你在你的学校搅回的时候 你的论文编号是什么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好 接下来这个很有趣 Copyright Procast UMI Dissertation Publishing 1984 因为UMI 是在 Michigan Ann Arbor 所以到没什么太多奇怪的地方 问题是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迷样的一个书目 在2015年一个奇怪的人 询问蔡同学论文下落的时候 引起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内部的一阵子忙乱 我讲的还是图书馆系统 于是伦敦政经学院就去问了伦敦大学说怎么办 伦敦大学在一连串的调查之下 答案就是我们没有这本论文 但是在内部有人理应外合 所以他们细图透过电子邮线的回答来创造一个氛围 就是曾经有人有过这本论文 但是后来搞丢了 但是这一切的谎言都已经被英国的行政诉讼 行政法庭给打脸了 他们知道你的论文不管怎么丢都是missing 没有送进来 你不管怎么掰都叫做never received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现在英国伦敦这一边跟蔡同学的犯罪集团企图 用一种为什么会掉我不知道 一句话来唐塞 可是这种唐塞的方法 学界的人一听都觉得你太荒唐了 小老百姓可能说啊都胖子都胖子啊 但是学界的人一听都知道 如果你当时根本没有收纳过这本论文 请问你你是怎么毕业的 收纳论文才能完成离校手续 没有收纳论文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论文搞丢了 一个是根本就没有论文 不管是搞丢了或者是没有论文 结论就是学校没有收到论文 学校没有收到论文 你就不会完成离校手续 所以你就不会有学位 所以蔡同学那句话很诡异 有学位就有论文 因为他知道学位容易弄 论文四百页非常困难 所以瞧一张不管哪里瞧的 毕业证书 远比弄一本四百页的论文 要简单一百倍 可是最重要的逻辑 不是有学位就有论文 最重要的逻辑是有论文才有学位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